大家好,我是Black Magic Design的Andrew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Da Vinci Resolve Fairlight视频教程 那在这个Fairlight视频教程的第二部分呢 我们会学习要怎么利用Fairlight里面的一些功能 来完成混音的工作 好,那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音频编辑 还有音频修复的这些工作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一下 要怎么去为各个轨道和片段的声量去做调整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去到第七个时间线 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这个时间线的菜单呢 点击它,然后选择时间线7 Balance Clip Levels 好,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个Emiliana轨道的片段 那我们要研究的片段呢,是大概在31秒左右 也就是中间的这两个片段 好,我们来播放看看 好,然后呢,我这一次呢,会再播放多一次 然后邀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音频表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Emiliana的对白呢 很明显的有一点太过大声了 因为它的这个音频表呢 已经进入了这个红色区的这个部分 一般上呢,有关对白的话呢 我们一般上都会选择把它放到大概在这个黄色区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15到-10之间的这个范围 然后让我们来看看有关这个片段声量 然后会注意这个第一个轨道的这个音频表 所以我会先把这个片段的声量调小声 太小声了,所以调大声一点 大概在-13左右 好,那我发现到呢 当我把这个片段的音量调到大概12.98dB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音频表上面的这个音量是对的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利用这个已经调好的这个音频的波形 来把第二个片段大概对上同样的这个声量 所以点击这个片段 然后把它的音量拉小声 就大概在-9的这个部分 好,那针对这个Emilia的这两个片段呢 他们的这个片段的这个音量 我们已经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范围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Philip的这个轨道上面的片段 那有关Philip的轨道呢 我们需要去到-1分钟9秒的部分 所以我会拖拉我的播放头 一直到-1分钟9秒的方位去 好,然后把时间先放大 好,那在这个片段上面呢 我可以看到剪辑师呢 他已经在这个片段加了一些有关音量的这个关键针 那一般上呢,我会比较喜欢就是重置 剪辑师所做的这些音量的调整 所以如果要重置这个音量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选择这个片段 然后点击这个重置的这个按钮 也就是在片段音量的右侧 这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片段音量的这个关键针都删除掉 然后我们来重新调整这个片段的声量 所以一开始呢,这个片段的声量是太低的 所以我现在需要把这个片段的声量拉高一点点 好,点太大声了 好,那之前呢 我们在做这个片段的这个调整的话呢 都是用这个片段音量在检查器里面来做这个调整的 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个片段的这个声量的曲线上面 增加关键针或者是调整这个片段的音量 在有些情况下呢 这个方式可能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呢,我可以把我的鼠标放到这个音量的曲线的部分 然后往上或往下拖拉 然后让我们来监听看 低一点点 那这个片段的上半部呢 他演员说话的时候呢,比较小声 可是在下半部的时候呢,又突然大声了很多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需要增加一些关键针 来把那个下半部的这个片段的音量拉小一点点 所以呢,如果要在这个时间线上 片段的曲线直接添加这个关键针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长按我们的Option或者是Alternate的箭头 然后利用我们的鼠标在这个音量的这个曲线上面点击 那这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片段上面制造一个新的音量关键针 所以我会在这里设下两个关键针 然后在下半部这里呢,把这个音量拉低 然后让我们来播放看看 那大家能不能看到在这个中间这部分呢 当这个演员说Explosion的时候呢 有一个特别大的波形 而这也导致我们的这个音量呢超标了 其实呢,这个Explosion的这个现象呢 也就是一个我们所谓叫做Plosive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我们的气流的这个声音 当有些词语,比如说P、B或者是T呢 它特别对这个麦克风录音的时候呢 它所发出的这个气流会导致我们的麦克风 有一点小小的这个爆炸的声音 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波形的范围呢 增加一些关键针来指定的把那个P的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的波形呢拉小 所以让我们来看看 所以我知道这个Explosion的声音呢 是这个波形 所以我其实可以把这个片段放大 然后在它的范围增加一些关键针 然后再把这个波形拉小一点 好,那我已经成功地控制这个Explosion 的这个Plosion的这个P的这个字 当然在后面也有这个Ship 也同样的也有另外一个Plosive的这个现象 所以呢,我们也要把这个Ship的这个P字呢 给它加上一些关键针来把它的音量拉小 好,然后我们来听听看 好,那我觉得这个Philip的这个片段呢 它的音量呢已经受控制了许多 所以这会对我们的这个混音的时候比较理想一点点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听看有关Ada的轨道 好,所以Ada的轨道呢,在前方大概在26秒的这个范围里面 那Ada这里呢,有好几个片段 那如果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呢,需要重复的回放某个范围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利用Fairlight页面里面的出点还有入点呢 去设下一个巡回的这个范围 那我们先把播放头移动到某个位置去 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键盘上面点击这个I键 然后呢,把播放头移动到另外一个位置 然后点击这个O,这就会在这个范围里面设下一个范围 那如果我们要寻回播放的话呢 我们首先必须点击这个循环的符号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我们的播放菜单 然后在这个播放灵性区域的这个部分 选择从入点播放到出点 它的这个快捷键呢,是Option或者是Alternate,斜线 所以如果点击它的话呢,现在呢 这个回放呢,就会寻回播放 Ada, identify the person I'm speaking with Philip Maida Identify the person on the med lab Philip Maida Ada, how is that possible?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到了最后,它又会重新播放 Ameliana Newton Are you sure? Yes 好,那呢,这个Ada呢,它其实是一个虚拟的这个电脑声音 所以呢,其实它的这个音量的这个幅度呢,不应该太大 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Fairlight里面的一个音量功能 也就是我们的音量正常化 来自动的把这些不同的Ada片段呢,调到同一个位置去 然后怎么用这个正常化的功能呢? 我们可以右击某个片段 然后选择正常化 那在这个正常化的模式呢,有好几个模式 你可以利用这个音量的这个峰值 或者是各个世界各地的音量标准 来做这个正常化的模式 那我们今天要选择呢,是这个Sample Peak Program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音量的这个顶峰值 然后它的目标电瓶呢,是大概在-10 左右 我们可以点击正常化 然后让我们来查看我们的这个片段有没有达到我们所要的这个标准 Ameliana Newton 可以看到它同样的已经进到这个黄色的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10 的这个标准是对的 那如果我要正常化多个片段的话呢 同样的我可以选择多个片段 然后右击 然后选择正常化 好,然后同样的把它调到 -10 的部分 那这个设置电瓶呢 当你选择多个片段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要相对的把这些片段放到-10 或者是每个片段独立的都把它放到-10 而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想要用的是独立的设置 所以选择独立,然后点击正常化 那Fairlight呢就会为各个片段去做一个调整 好让它们都能够达到这个-在这个-电瓶上面的这个黄色区域里面 然后让我们来检查看看 -Ameliana Newton -Are you sure? -Yes -Ada identified the person I'm speaking with -Philip Maida -Identify the person on the- -Philip Maida -Philip Maida 那同样的呢,我想要在这里做一个巡回播放 所以呢,我会在这个片段的范围设下一个入点 还有一个出点 然后呢,我会按我的option斜线来做一个巡回播放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好,那在这个部分呢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當 Ada说到discrepancy的这个词的时候呢 -discrepancy呢,它其实有好几个-s的这个济母在里面 -那当我们人生说到这个-s的这个词语的话呢 -时常我们的嘴巴就会发出这个呲呲的声音 -而太多这个呲呲的声音的话呢 -会很干扰我们这个监听的时候 -所以discrepancy啊 -各种各样的-s声音啊 -都会导致所谓的呲呲声 其实我们就可以利用Fairlight的另外一个特效 也就是我们的DSer 就是去除这个湿湿湿的一个效果器 来处理掉这些S湿湿湿的现象 首先我会去到我的这个特效库里面 然后在特效库里面的第二个这个效果器 就是我们的DSer 或者是去除湿湿湿的这个效果器 因为我现在要去除的这个湿湿湿湿是针对每一个片段 所以之前我们学到的是利用这个效果器 把它放到某个片段去 可是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想要把它放到一个轨道去 好让那个轨道上的所有的片段都有这个效果器的效果 所以如果要把这个效果器加到轨道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DSer 把它拉到这个轨道的范围里面去 那现在这个效果器呢 它是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行的 所以暂时把这个特效库的这个面板关掉 好 那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个片段的这个失失声是出现在哪一个频率上面 那首先呢 我会先把我的这个范围关上 所以我可以按我的option再加X或者是X的这个键盘快捷键 来把这个出入的这个范围删除掉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片段 然后呢 我可以利用我的这个片段的这个均衡器呢 来检查我的这个失失声是在我的这个声音的哪一个频率 所以呢 点击了这个片段之后呢 打开我的片段均衡器 然后呢 在这个情况下 我只需要用到其中一个部分 所以我可以把band1,2,还有4都关上 然后让我们来研究这个失失声是在哪里出现的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要做一个选回播放 所以在这里设下一个I 一个O 然后option斜线 possible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possible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所以呢 当我把这个EQ的这个频率呢 放到7000赫兹左右呢 我可以很明显的听到这个失失声是特别明显特别干扰的 但是呢 如果我直接利用这个 均衡器或者是EQ 把这个频率 减低的话呢 possible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这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片段呢 非常沉闷 所以呢 其实我们利用这个 效果器 这个D-Acer的这个效果器呢 会比较有效 所以呢 让我们来把这个片段的这个 均衡器关掉 然后把我们的检查器关掉 然后让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效果器又怎么处理 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的频率 首先先放到7000赫兹左右 然后如果我先来播放的话呢 possible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possible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possible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那我可以听到呢 这个效果器呢 它只是针对这个失失声特别强的时候呢 才把这个7000赫兹的这个频率呢 减低 而其他时间呢 它不会去干扰这个7000赫兹的这个频率 所以呢 利用这个D-Acer 是对这个失失声的处理呢 比较有效的一个工具 所以那是我Fairlight里面内置的这个D-Acer 好 那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接下来讲到的呢 是我们的动态 还有动态范围 所以我们会去到我们的第九个时间线 也就是Dynamics 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在音频里面 在音频领域里面 说到动态的时候 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音频领域里面 说到动态的时候呢 就是指声音的大声 还有声音的小声 然后声音的大声和小声的这个差异呢 就是所谓的动态范围 那当一个声音有一个比较小的动态范围的话呢 它就是比如说它的大声和小声的这个差异 没有那么大 所以它在一个混音里面的这个清晰度会高一些 所以我们一般上都会为对白 做一些动态范围的处理 好 那让我们来看看Philip的轨道上面 大约在1分钟14秒的这个部分 然后让我们来播放看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之前已经加了很多这个关键针 来设法更好的控制 在这一部分的这个动态范围 可是除此之外呢 除了利用这个曲线和这个音量的曲线 还有音量的这个关键针 来做这个动态的调整 我们也其实可以利用 Fairlight里面内置的这个 动态范围的这个窗口的这个效果器 来处理这个片段的这个动态 那要说到动态呢 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这个调音台的这个部分里面 那之前说到调音台呢 它拥有你的这个项目里面的每一个轨道 的这个不同的效果还有设置 那我们现在要处理的呢 是我们的Philip轨道的这个动态 所以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调音台里面 然后在这个动态的这个部分呢 双击这呢就会打开我们的这个 轨道的这个动态范围 那如果你点击那个轨道的话呢 我们就会跳到那个轨道的这个动态窗口去 那这个动态窗口呢 有好几个工具在里面 它有扩展器 门线器 压缩器 还有限制器 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呢 其实只是这个压缩器的这个部分 那压缩器呢 它就有这个压缩的功能 所以比如说一个声音 如果超过一个 预值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个声音给压下来 所以这就会减少你的大声和小声的这个动态 的这个差别 导致你的这个声音的动态范围呢 比较少一些 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 如果我要开启我的这个压缩器的话呢 我只要在这个压缩器的这个部分 点击它 那这就会启动我的这个 轨道的这个压缩器 然后让我们来播放看看 那再说到这个压缩器 一般上第一个会调整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益值或者是trash hold 那这个益值呢 就是在说 我的声音超过什么标准的时候呢 你才要这个压缩器 把这个声音压下来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让我们来调整这个益值 来看看应该把它放到什么位置去 那因为我只要做轻微的压缩 所以我觉得大概在-21左右 是最有效的 而呢这个比例呢 就是说 当你把声音压下来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样的比例 去把这个声音减低 所以比如说 如果我的声音 超越了我的预值 6个dB 如果我的比例是2对1的话呢 Fairlight的这个压缩器呢 就会把这个声量调小 3个dB 也就是6个dB的一半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 轻微的这个压缩 所以大约在 3对1的比例 就足够了 然后让我们来监听看 We also sustain some hole damage But it's nothing critical and 好 那我可以听到呢 我的这个 呃 我可以听到呢 我的这个片段呢 它的这个音量 还有这个动态的范围呢 比较受控制了 所以呢 这是我要找到的 这个理想的成果 所以我对这个成果满意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为这个ADA的轨道呢 做一些压缩的功能 所以让我们来看看 那ADA的轨道呢 是在前面这个部分 也就是从25秒左右 到49秒左右 那我会在这里 设下一个出点 还有一个入点 同样的 利用我们的I跟O的键盘键 然后我会选择独立 监听 点击solo 然后让我们来寻回播放 那因为ADA呢 它是一个虚拟的电脑声音 所以其实同样的 它的声量呢 不应该有一个 太大的这个幅度 所以我们会需要 很强力的去压缩 它的声音 让它的动态范围呢 更小一些 让我们来试试看 Ameliana Newton 开启压缩器 Yes 把玉直调低 Philip Mehta 然后把这个比例调高 Philip Mehta I cannot explain this discrepancy 那当我们把这个声音呢 压缩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听到整体上 整个声音都变小声了 所以其实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补偿的这个推子 来把这个声音的声量 补偿回去 增加一些补偿 然后再播放 Ameliana Newton Yes Philip Mehta Philip Mehta 好 那我对这个 Ada 轨道的这个压缩 比较满意了 接下来呢 让我们在这个 Ada 的这个轨道上面呢 为它做一些特别的处理 为它做一些特效 所以呢 首先呢 因为这个Ada 它是一个虚拟的电脑声音 所以其实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轨道上面呢 增加一些EQ 还有一些效果 让它显示成 更加虚拟的这种效果 所以呢 我现在要利用的是 我的轨道的EQ 那之前我们学到的呢 都是我们的这个 检查器里面 有关片段的这个EQ 或者是均衡器 而我们现在要看看的呢 是我们轨道的这个均衡器 所以呢 我可以打开 我的轨道 在调音台里面 到这个EQ的这个部分 双击它 那这个EQ的窗口呢 就会跳出来 那现在它是控制 Ameliana的轨道 而我们要调的是 Ada 的轨道 所以我可以点击 Ada 的轨道 那这个均衡器呢 就会跳到 Ada 的轨道上边去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用这个 Band 1 还有Band 6 这个叫做 EQ 的过滤器 来把某个声音的频率 减低调 那因为Ada 的声音呢 它是一个虚拟的声音 它应该是从一个 电脑的这个音箱 播出来的 而电脑的音箱呢 一般上都是 在频率上 比较有限制 所以我们来用这个过滤器 来把这个 频率减少 那我首先开启我的Band 1 还有我的Band 6 然后呢 我们来为它 改变它的这个频率 Ameliana Newton Yes Philip Maida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在利用这个Band 1 的所有的低音 都给过滤掉 然后只有高音呢 是通过的 所以这个 EQ 的这个读法 就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呢 如果我继续做下去的话呢 我想要把这个Band 6 的这个过滤器 拉低 那我现在就在做的呢 就是我在把 这个轨道的这个低音 还有高音 都给过滤掉 我们来监听看 Ameliana Newton Yes 它就有如是一种 电脑的音箱 播出来的一种声音 当然我可以利用我的Band 4 来增加一些 中频率的这些声音 然后呢 我对这个效果还挺满意的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可以在这个 Ada 的这个轨道上面 做出一些特效 那我在这里呢 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 Fairlight特效库里面的 这个chorus 的这个效果器 那chorus呢 意思就是合唱的意思 那其实Fairlight呢 它就会利用你的这个 原声 然后产生复制 多几个不同的层次 然后在这些不同的层次上 做一些音调的调整 它们混合起来的时候呢 就有如是一个合唱团 在合唱的那种效果 让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我要在这个 Ada VO 的轨道呢 增加这个chorus的特效 所以可以把它 脱下来 然后放在这个轨道上 那 当然 如果你 单独看这个chorus的这个窗口的话呢 可能会觉得它的 不同的这些旋钮很复杂 可是不要忘记 Fairlight的很多这些 特效 都带有自己的这个预设 那预设呢 也是我们做这些 不同的效果的 很好的起点 那我们来试试看 利用这个 Dramatic 的这个预设 来处理这个Ada 的对白 播放 Ameliana Newton Yes Philip Maeda 那 这个Ada的这个对白呢 很明显就更有这个虚拟的这个质量的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 效果器里面 右边这里有一个输出 干 湿的这个旋钮 那 干跟湿 在音频里面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干的意思呢 就是 完全没有效果 而湿的话呢 就是完全有效果 打个比方说呢 如果我把这个旋钮 完全转到 干的部分去 然后我播放 Ameliana Newton 我们可以听到 它是完全没有这个 chorus的效果在里面的 而我们试试看 现在慢慢的把这个旋钮调到 湿的部分 来听听看 它为这个声音 有带出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Ameliana Newton Yes Philip Maeda Philip Maeda 所以当我们在旋转这个 干跟湿的旋钮的话呢 我们可以听到呢 这个已经有受这个特效的这个信号呢 慢慢的和这个没有受影响的这个信号呢 慢慢的混在一起 你越移动 你越往湿的方向移动的话呢 它就会有更多这个 chorus的效果在里面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觉得把它百分百放到这个湿的位置 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通过很简单的这个压缩 EQ 还有这个chorus的效果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Ada的这个电脑虚拟声音呢 把它更显得好像是机器人的这个声音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 在创业领域里面挺好玩的一个 一些工具 那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到的呢 是第十一个时间线 也就是我们的 sound design的这个时间线 所以让我们去这个11 sound design看看 那在这个部分呢 导演已经说到了 他想要在这个开场这里 因为我们有一个病人躺在这个病床上 然后之前我们已经加了这个 呼吸的这个医疗器材的声音 而现在我们要在天上多一层这个特效 这个音效 也就是这个心脏跳动的这个声音 是一种B-B-B的声音 那其实呢 我们就要重新创造这个B-B的声音 那要怎么做呢 那首先呢 我会在我的这个时间线上 创造一个新的轨道 然后这个轨道呢 会是一个stereo的轨道 然后创造轨道之后呢 会要给它取名 我们可以把它取名为 Heart Monitor 也就是心脏跳动器 然后把它的颜色切换掉 粉红色 好 那一般上呢 有关这些音效设计呢 你可以选择在同样的时间线 完成这个工作 或者是新创一个新的时间线 来在那里单独设计你的音效 然后做完之后呢 再把它带入你原本的这个时间线里面 我个人来说 我比较喜欢在一个新创独立的时间线里面 创造这个新的声音 因为这会让我的整个时间线更加整齐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新创一个新的时间线 那要怎么新创新的时间线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去我们的媒体词 然后在某个文件夹里面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想把这个新的时间线 创造在这个Master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可以右击 这个范围 然后在时间线选项里面 选择新键时间线 它的快捷键是Cmd或者是Ctrl N 然后Fairline呢 就会问你 你要新创的这个时间线 应该取什么名字 我在这里应该把它取名为 Hard Monitor SFX 然后它的音轨类似呢 就是Stereo的轨道 然后我们来创建 好 那在这个新的这个时间线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轨道取名 为Tone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利用这个Fairline的这个震荡器 来生成一个新的这个BB的这个声音 然后呢 我们才会从这个BB的声音呢 去给它做一些处理 来做这个心脏跳动器的这个声音 那同样的呢 我们要录音的呢 是我们的这个Fairline里面的自带的震荡器 那要怎么去把这个震荡器连上这个轨道呢 之前有学过 就是要去我们的这个Fairline菜单 然后选择分配输入输出 好 然后呢 我们的声音的来源 是我们的震荡器 也就是我们的System Generator 然后我们的目标呢 在我们的Track Input里面 是我们的Tone 这个轨道 那我们要连接的呢 是我们的这个Oscillator 或者是震荡器 要把它连接到这个Tone的轨道去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分配 好 那如果我在这个轨道上面 点击这个R的箭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震荡器 我们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震荡器呢 已经有效果了 那要怎么调整这个震荡器的参数呢 首先呢 我们就必须得到这个Fairline的菜单 然后选择 测试音设置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这个震荡器的 不同的参数 那让我们来听听看 那比如说呢 如果你要想把这个震荡器的频率呢 改成2000赫兹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点击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频率呢 听到不同的震荡器 产生出来的不同的频率的声音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要录制的呢 是这个1000赫兹的这个声音 那我想要录大概5秒 所以呢 我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记录的这个符号 那录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测试音给关掉 然后 关闭这个 轨道的这个录音状态 好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所录制的这个新的这个片段 好 其实为了制造这个心脏跳动器的这个BB声的话呢 我只需要一个很短的这个声音 大概5帧左右 所以其实呢 我会在这个片段上面剪出大概5帧的这个长短 那要怎么很准确的 确认你剪出的这个片段是5帧呢 其实你就可以利用你的键盘的左右键来移动你的这个播放头 所以如果我在这个右键按5次的话呢 我就会移动5帧 然后继续放大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看到我的播放头呢 已经移动了5帧 然后呢 我需要把这个片段切开来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片段分开的话呢 你就可以利用中间这个剪刀的这个符号 点击它 那这个片段呢 就会被分开 那我们要的呢 就是这个前面这个5帧的这个声音 所以我可以复制这个片段 复制的这个快捷键呢 跟剪辑页面同样 也就是Command或者Ctrl-C 然后把它移动到后面某个地方去 然后粘贴 也就是我们的Command V 好 那我这个心脏跳动器的这个声音呢 是要每一秒重复一次 所以就是B一声 然后隔一秒之后呢 就在B第二声 这样子继续下去 所以呢 我复制了这个第一个B的声音呢 那我就可以长按我的Shift 然后按我的键盘的右键 这就会让我的这个播放头呢 往前跳一秒 然后我可以在这里粘贴 然后再继续往前移动一秒 再粘贴 往前 粘贴 好 那当你做了好几个 重复了好几遍的之后呢 你就应该有一些 比较类似于这个心脏跳动器的这个声音了 让我们来听听看 好 可能我觉得这个心脏跳动器的这个声音呢 有点太过 它的调子太过高 所以我想要把它的音调调低一点 那我就其实可以利用我的这个片段的这个检查器 来把它的音调调低 所以呢 我会首先把所有的片段全选 然后选择检查器 然后呢 在这个片段音调这里 把这些声音降低 负二的这个半音 让我们来监听看 好 那我对这个比较低沉的这个声音呢 比较满意的 好 那与其呢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小小片段 复制过来又复制过去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Fairlight的一个功能 来把这些所有的小小的片段 都生成 渲软成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片段 好让我们把它移动 或者是把它带到其他的时间线去 那要怎么做到呢 首先呢 首先呢我们就必须在这个轨道上面设下一个入出点 所以呢我可以用我的这个上下的这个键盘键头 去跳到我的这个片段的左侧或右侧 在这里点击I 然后继续跳下去 然后呢到了最后的声音呢 我需要给它一个一秒的这个时长 所以我会选择Shift右键 让它跳到一秒之后的这个空间 然后在这里设下一个O键 好 然后确保你的轨道已经被选择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时间线的这个菜单 然后在这里选择将所选轨道合并到新音轨层 Fairlight呢就会做一个简单的渲软 会把所有的这些小小的片段呢 都渲软到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片段 好让你比较容易把它复制到其他的这个时间线上面去 那我现在要用的呢 就是这个已经生成好比较长的这个片段 所以呢我可以复制它 同样的按Command C 然后呢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时间线 也就是时间线11 然后选好这个轨道 把播放头移动到对的位置去 然后粘贴 那现在呢我在这个时间线上面呢 就有一个新 重新生成的这个心脏跳动的这个声音了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做的呢 是相比之下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 如果你要更详细看到更完整的这个时间线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切换到时间线12 那在这里呢就有一个事先已经完成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效果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去看看一下 有关时间线的分配 还有合成的功能 那我们会跳到我们的第13个时间线 也就是Busses and Stamps 那在这个时间线上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轨道 比如说有对白的轨道 它们都被分配到这个黄色的这个颜色 然后有Emiliana Philip Ada 的这些轨道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关音乐 还有音效的这些不同的轨道 那当然呢 我们在混音的时候呢 就会需要把这些不同的轨道呢 分配到独自的这些混音主线去 因为呢这会让我们在混音的时候呢 更加有 更加整齐 更加整洁 所以呢 要怎么分配我们的这个总线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新创 在这个混音台上面的一些 总线 所以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Fairlight页面去 然后选择总线格式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Main1的这个总线 可是除此之外呢 我也要有一个对白的这个直混音总线 所以呢 我可以点击这个直混音的这个部分 那就会产生了一个新的直混音总线 那这个直混音总线呢 是针对对白轨道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命名为Dialogue Dialogue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要新建一个直混音总线 那直混音总线呢 有好几个不同的功能 在这个情况里面呢 我想要生成的是一个 所谓的M&E的混音总线 那M&E的意思呢 就是Music and Effects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呢 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个混音呢 翻译到别的不同的语言器 那我们只需要留下我们的音乐 还有音效而已 而不需要那个对白 所以我们也可以生成一个直混音总线呢 它只有这个音乐 还有音效在里面 而没有对白的 让我们来看看 所以呢 我生成了这个新的这个直混音总线 叫做Main2 然后呢 它是一个Stereo的直混音总线 然后把它的曲名换成M&E 然后我们可以按OK 来退出这个窗口 那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调音台 所以打开我的调音台 那在下面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些不同的轨道呢 被分配到哪一些总线 或者是指线去 那我可以看到呢 首先我们来设置一下 我们的这个第二个主混音总线 也就是我们的M&E 那刚才说到的呢 在M&E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我们的这些音效 还有音乐在里面 而不需要对白在里面 所以前面四轨呢 我们都不需要把它分配到 这个直混音总线里面去 而Zone1开始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配到 第二个直混音总线里面去 那之前呢 我们也有新创了一个 对白的这个直混音总线 所以呢 前面四轨对白的这些轨道呢 我们可以把它 测掉这个直混音的设置 然后呢 把它们都分配到 这个对白的直混音总线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呢 现在呢 所有这些对白的轨道呢 它们都会被派到 这个Dialog的这个直总线里面去 然后这个Dialog的直总线呢 又会被派到这个 组混音总线里面去 除此之外呢 我的Zone1 还有各个其他的音效 还有音乐轨道呢 它们都会被分配到这个 第二个组混音轨道 组混音总线里面去 所以这些呢 都会进入组混音总线 好 那让我们来看看 时间线第14 那这里呢 有一个已经分配好的 这个 各个组混音 还有直混音总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同样的这个轨道2 3 4 5呢 它们都 一起被分配到了 一个 单声道的这个Dialog的直混音总线 那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 不同的这些对白呢 合并在一起 把它渲软到同一个轨道去 要怎么做呢 那在把它分配到 不同的总线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到 我们的这个时间线 的这个 菜单 然后点击 将混音并置轨道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针对的是 我们的 第二个 直混音总线 也就是这个Dialog的 直混音总线 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目标 渲软到这个A1 的这个单声道 轨道上面去 所以可以点击这个菜单 然后选择Dialog 好 那当我按OK的时候呢 Fairlight就会做一个 简单的这个渲软 把这四个 不同的对白轨道呢 合并到 这个A1的 这个对白轨道去 那这个也是 能够让我们 更详细的去分配 我们的这个时间线 那一般来说呢 当我们在做 后置音频的时候 可能在很多时候会 用到很多不同的轨道 那通过这个 直混音总线的这个分配呢 我们就可以更详细的把我们的 各个声音 分配到固定的这个总线去 然后 让我们的这个时间线 还有项目 更加清晰 更加整洁 好 好 那让我们来看看 第15个时间线 也就是 finishing的这个时间线 那在这个时间线里面呢 我们已经把 各个不同的这些总线呢 都分配到 各自的轨道去了 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 在第一个轨道呢 这里有我们的这个 到A10呢 是我们所谓的这个5.1的这个 输出 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呢 这个5.1呢 已经被分配到六个 不同的这个单身道轨道去了 当然在Fairlight页面里面呢 你也可以把 这六个单身道的这个轨道呢 合并成一个 综合的5.1的这个轨道 那要怎么设置呢 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去我们的这个 Fairlight的菜单 然后呢 选择连接片组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 5 6 7 8 9 10 那当我们选了这六个轨道的时候呢 下面这里 Fairlight就会问你 你要把它们连接成 5.1 film 还是5.1的这个轨道格式 那5.1 film 还有5.1的这个差别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轨道的排列 5.1 film呢 它的排列就是 左 中 右 后 左 后 右 还有超低音 的这个排列 而5.1呢 是 左右 中 超低音 后 左 后 右 的这个排列 所以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轨道的排列呢 是根据我们的5.1的格式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选择5.1 那这几个轨道呢 就被连接起来了 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时间线上面的话呢 我可以看到在左边这里呢 有出现了 这些轨道上面出现了这个灰白色的这个线条 那这就代表呢 那这就代表呢 这些轨道呢 都已经被合并在一起了 同样的 如果我到我的这个调音台的部分去的话呢 我也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音频轨道5 是一个5.1的这个轨道 那 这个时间线上面呢 有两个总线 第一个呢 是main1 第二个呢 是5.1的 所以呢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5.1的这个轨道呢 分配到这个5.1的总线去 然后呢 把它从第一个总线取消掉 那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做呢 就是所有的双声道呢 都被派到这个双声道的总线去 而5.1的这个轨道呢 被派到这个5.1的轨道去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在播放的时候 我可以在上面这里 这个监听的部分呢 选择性的去监听 我的这个时间线上面的某个总线 比如说呢 我现在想要监听我的 双声道 双声道版本的这个混音 所以就可以点击main1 然后播放 而我现在所监听的呢 就是我的双声道的这个总线 如果要切到5.1的话呢 我可以直接点击它 然后选择5.1 而我现在在监听的呢 就是我的5.1版本 所以呢 这个功能会为我们 节省许多时间 来切换到不同的这个 混音的这个格式去 那 如果我现在想要把这个 轨道5到10的这个连接取消掉的话 又会要怎么做到呢 同样的 我们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 Fairlight的菜单里面去 然后 回到这个连接片组的窗口 然后 点击这些轨道 然后 选择取消连接 那现在我的这6个合并起来 这个5.1的轨道呢 又会回到一个6个单声道的这个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们又回到了 单独的6个单声道的这个状态 但是呢 Fairlight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会把这些 不同轨道的这个声像取消掉 所以呢 之前我们把它派到一个5.1的轨道里面去的话呢 它的声像还是保留的 所以这个轨道是左边 这个轨道是右边 等等 那最后呢 就到我们的这个宣软的时间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宣软你的这个音频的话呢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交付的这个页面去 让我们来看看 那在这个交付页面呢 有很多宣软视频 还有音频的不同选项 而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宣软音频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 在上面这里的这个宣软设置 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 纯音频的这个预设 那当我们选择纯音频的话呢 导处视频这里呢 就不会有一个打勾 让我们来看看音频的这个部分 那在音频的这个部分呢 你就可以选择 你要输出的这个格式 还有你的编码 还有你的卫生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 你要输出的呢 到底是哪一个 到底是时间上的哪一个总线 你要输出的 是不是你的双声道的main1 还是你的5.1的那个总线 当然你也可以在同时 宣软多个不同的总线 所以这就是总线分配的好处 所以之前如果你把你的总线 都分配好之后的话呢 在交付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非常快速的能够宣软 各种不同的这些格式 好 然后呢 如果我到我的这个文件的部分呢 我可以选择 把我的这个文件放到某个地方去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要把它放到我的桌面上 然后给它取名为 这个项目名字叫Hyperlight 然后按保存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添加到 宣软对列里面去 然后最后开始宣软 好的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Fairlight的 这个视频教程呢 就到一段落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两个部分的 这个Fairlight视频 学习到一些在Fairlight页面里面 一些基础的功能 而且能够让 能够利用它来做一些 基本的这些音频编辑 音频修复 还有混音的工作 谢谢大家观看这次的 Da Vinci Resort Fairlight视频教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